台湾第一个纪念总统的图书馆 蒋经国总统图书馆 在去年8月已经正式完工咯 这里是由七海寓所 也就是经国先生的总统官邸改建而成的 诶道云你知道吗 蒋经国先生和知名的口族画家杨恩典 也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特别的缘分哦 这段我知道 杨恩典在出生时就被六规育幼院收养 在他三岁的时候 刚好讲经国先生到御用院探望愿童 当面鼓励杨恩典 你虽然没有手 但你还有脚 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没错 就是这句话 深深改变了杨恩典的一生 这个故事非常激励人心 而这也是为什么 经国先生可以带领我们 创造举世称县的经济奇迹 让中华民国挺过了许多的困境与挑战 很多人都去过中恒公路吧 而在中恒公路开脚前 经国先生就曾花了19天 用步行的方式翻山越岭探勘 确实令人敬佩 现在就带您来看这段报导 了解经国先生的生平 以及对国家的伟大贡献 Here we go 今天是陆军军官学校 创校55周年 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 创校3周年校庆 蒋总统在上午9点50分立临陆军官校 由陆军总司令 好伯村上将及陆军官校校校长许立农中将陪同 走上司令台 在崇荣岳和礼炮响声中 接受全军礼致敬 蒋总统打礼后 走下司令台 登上阅兵车 教育三军五校学生队伍 黄埔师长 政府首长 和国军高级将领 也随同陪教 受教学生部队 包括陆军官校正齐生 和专修科学生 海军官校 空军官校 政战学校 和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的学生 共有7000多人 蒋总统在统帅齐前倒下 经过学生队伍前 看到英姿焕发 精神抖操的军校学生 频频挥手搭理 时间过得好快 转眼又到了1月13号 没错 今天就是我们敬爱的 蒋顾总统金国先生 逝世34周年的日子 而向往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台北大直 金国七海文化园区 现在随着湘华的脚步 一起缅怀 用生命守护家园的 金国先生 我们今天享有 民主 自由 安乐的生活 蒋顾总统金国先生 可以说是台湾发展 关键年代的成功剁手 在他主政期间 推动了十大建设 以及行政革新 深入民间与基层对话 在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 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财政 以及外交危机 他让中华民国 由风雨飘摇走向繁荣进步 是国人都非常怀念的国家领袖 而对国军官兵来说 就像刚刚看到他以总统身份 主持陆冠孝庆的身影一样 是那么亲切自然的一位大家长 在园区里面除了有金国先生 以前居住的七海寓所之外 各方的协助之下 园区里还特别成立了 蒋经国总统图书馆 在里面的陈列厅 巨细迷移地收藏了 许多金国先生一生的文献 档案资料等等 不过目前还没有对外开放 我们举光原地 先以崇敬的心情 带大家来一睹 这伟人的风范 位于台北大直的 金国七海文化园区 总面积3.98公顷 园区周边保留大面积的 植栽绿地 观共艺术区与清水步道 建筑采低量体 符合生态 低碳节能 并与自然环境相调和 透过内涵与精神 来诠释金国先生的 踏实远见与人格形怡 走进图书馆陈列市 映入眼帘的四张 精神异议的巨幅照片 分别代表金国先生的 四个重要时期 不同的年龄 相同的笑容 温暖了每一位参观的民众 金国先生不只是 国家政治经济的领袖 更是一位经常出入 前线战地 不畏枪林弹雨的将领 早年的金门古宁头战役 登步岛战役 以及周山大臣岛的 转境遗防 823战役等 他都曾清零前线 与战地居民同生死 共患难 不仅如此 他对国防现代化 科学化的建军愿景 打造自主国防的 红式远见 更是政治拙见 影响深远 他为了提升空防能量 取代老旧战机 决定自行研发战机 也就是IDF金国号战机 这型国机国造的先进战机 保卫台海安全 迄今已将近30年 金国先生对于国家 有着无比的贡献 首先是推动十大建设 政府签台初期 我们的经济相当低落 甚至呈现赤字 仅在美元的帮助下 勉强支撑 民国60年代 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 蒋经国先生 推起十大经济建设计划 自此国内经济开始起飞 甚至与香港 南韩 新加坡 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而在进行计划的过程中 必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 但先生说 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最后历经五年 终于完成这项 艰巨的任务 也成为今日璀璨 保岛经济实力的基石 接着是解除戒严 因为解除了戒严 让台湾正式走向民主开放 也向世界证明了 台湾经验的典范 而开放太清的政策 让两岸失散多年的亲人 在全幕之年得以宠聚 弥补了因战争造成的人伦悲剧 与遗憾 这是他勇于承担的人道考量 以及他勤俭 勤政 爱民与端正正风 每一项都是历史性的贡献 金国先生已经过世34年了 这34年来 金国先生的民间声望 始终高居首位 大多数民众都怀念他 他曾说过许多自免免人的 经典名言 字字朱击 即使到今天 大家仍受用无穷 除了前面提到的 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还有 倘若你在每一分钟的时光中 都能够为人尽了最大的力量 你自然会受到别人的信任 再也不再担心敌人的侵袭 做官的墨镜来 发财的请出去 疾风之浸草 食穷节乃现 我们一个人在这危难的时候 就要表现出英勇的忠义来 个人的生死毁育并不足惜 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 挫折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灰心 灰心是动摇的开端 动摇是失败的警铃 只要是为民众着想 符合民众利益的事 也就绝无得不到民众赞同之理 只有曾经患难和痛苦的人 才能得到人生的乐趣 耳边想着 金国先生的叮咛期许 眼睛看着陈列厅的珍贵文物 心中不禁想着 他是一个把墓碑 磕在人民心里的长者 一席轻便的夹克 一顶便帽 以及真诚的笑容 就是最真实的影像 突然发觉 虽然金国先生逝世时 我还很小 但穿越时空 我还是能感受 一个时代伟人之所以 受人爱戴 怀念 是因为 除了他以名为本的 基本思维外 更蕴含了领导者 解决问题的魄力 用于认识的担当 以及实事求是的原则 时时刻刻 把百姓摆在第一位 刚刚在讲 金国总统图书馆 我绕了一大圈 看了好多的照片跟影片 真的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金国先生 为国为民丰厚的生命力 欢迎大家也来走走 那么记不记得 刚刚有一张照片 特别的温馨呢 就是当时杨安典 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他在高雄六规育幼院 是金国总统抱着他 所以今天 经过了好多年 最后我跟杨安典女士有约 她特别要从高雄北上 跟我一起来聊聊 她心中的金国先生 杨安典是台湾知名的 口族画家 出生时就没有双手 且胸腔严重的变形 她被弃之在高雄岗山的市场肉摊上 奄奄一袭 但被杨许牧师夫妇发现后 带到他们创办的六规育幼院收养 并取名杨恩典 1976年 1976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金国先生 拜访六规育幼院 鼓励当时幼小的杨恩典 要以脚带手 从此开启他不凡的人生旅途 特别来到了政战学院图书馆里面 因为我跟杨老师约好在这里了 杨老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以前我都是在播新闻的时候 在新闻画面上看到你 那今天我们是第一次 这样面对面来聊天 虽然很开心 那刚刚我看到 因为你今天是特别从高雄北上来 然后进到校区之后 我看到您看到这个蒋先生头像 特别停下来鞠躬 你有什么感觉呢 是 昨天知道今天 要来到政战学校这边 然后因为知道这边的创办人 就是金国先生 然后有他的一个铜像助力在这里 我很期待 然后一看到了金国先生的铜像 让我想起在小的时候 他抱着我的那一刹那 那个笑容那种温暖 让我感受很深刻 金国先生他真的就是 他的那种笑容就是给给我很多的温暖 温暖 对 然后在我这一生当中 给我很多的启发跟帮助 国先生他去这个育幼院里 去了好几趟 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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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次去都要抱我 他把我抱起来的那一刹那 我很直接地告诉他 我爷爷我没有手 他说没有手没关系 你还有脚 脚可以做很多的事 因为这一句话我经常把脚举在半空中 看看这双脚到底能做什么 也因为这一句话就是开启我对脚的想象空间 然后因为后来我用脚写书法 然后也送给金国先生 他也拿了我的书法鼓励很多的官兵 然后也就是告诉大家说 他那一年就是最高兴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高屏地区下雨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恩典用脚写书法 让他很震撼也很感动 然后我在国小毕业的时候 他还写了很长的一篇信 然后来鼓励我 而且他是自己清新 对对对对 用书法写的 因为刚刚在这个文化园区里面 我也看了好多蒋经国先生 他的亲笔性 他的字非常的漂亮 是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经国先生有句名言 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 让自己先去尝试突破 然后面对困难面对困境 那用就是坚持的心去面对 就在学习的过程 当然会有很多的一些状况 但是呢因为经国先生 对我的期望 还有我六个月幼怨的爸爸妈妈 这样的疼爱我 所以我一直希望 就是努力给他们看 恩典女士的努力没有白费 一双脚可以吃饭 可以化妆 可以穿袜 更可以写字画画 她立志的故事 感动许许多多的人 而这些都来自 是经国先生的鼓励 访问这天 她特地书写 亲切自然 奉献牺牲八个字 送给在天上的蒋爷爷 去过东云的人都知道 岛上有座纪念 经国先生的感恩庭 她的雕像 围然面南端座 俯瞰波光淋漓的海面 视野辽阔 亲切自然 奉献牺牲 正代表其一生 付出的精神 三十四年了 谢谢您用生命守护家园 经国先生 我们想念您